龙潭区的高阳南路和中峰路交叉路口 因为高阳南路段没有路间 加上里头有一个小型的工业区 民众上下班一定会经过这边 造成每到尖峰时段就会交通大打劫 市议员徐玉树希望市府能够想办法来拓宽路面 解决当地的交通问题 这里是龙潭区高阳南路中峰路口 因为中峰路算是主要干道 高阳南路里面又有小型工业区 造成尖峰时间车子就往高阳南路里面挤 不时就会交通大打劫 在每天在任何一个时段都可以看到 当他们这个路口在汇车的时候 有很多的乡亲必须要把车子 可以停的很路边 然后一些卡车在行经这个转角的时候 就觉得非常的困难 高阳南路左侧的道路 除了入口处的透天措之外 里面沿路都是公用地 因此只需要征收这一栋房屋 就能够进行后续的用地变更 开始进行道路拓宽 这几年除了乡亲包括我们的里长 地方人士都很希望这个路口 能够在升格之后 把这个路口来打通 解决这里的这个瓶颈路口的一个窘境 经过了时代变迁 原有的道路因为人口增加 终于不堪负荷 成为了交通瓶颈路段 需要师傅赶紧想办法解决 好谢谢浩仙草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 Dag available 感谢观看